去溫哥華 所以我應該復活節那個禮拜後 現在還未確定的日期 我到完波士頓就會去紐約和網民吃飯聊天 你要安排定我去紐約那裡預早安排定 哪一天差不多到他們要安排去跟他們見面 我們在紐約會停兩晚 所以會和網民 我們應該遲兩天確定的日期 我就再通知那些朋友 因為我講過 因為上次在美國 我在紐約和三環市 我們都和一些社民連的支持者 或者有些是我們的支持者 當然可能也有些今時今日 都仍然是支持社民連的 都還未頂 但是我們那次去的時候 因為我們還未退黨的 那時候我們已經是有個打算的了 但是那時候我們都把我們的情況 跟紐約和三環市那些人網的支持者 聽眾 甚至社民連的支持者 我們都跟他們解釋過我們的情況 然後大家看到以後事態發展 就是我們兩個已經退出這個社民連 也都有三四百人跟著退黨的 其實現在陸續都有人退黨的 OK 那它剩下多少人呢 不是我要關心的東西來的 但是我們就沒有時間再去潛鬥 所以我們是做自己的事 因為過去一直以來 我們深信這個所謂海內傳知己 天涯約備論 通過人網的那個規律 令到我們可以和海外 特別是美加這幾個大城市 那些朋友保持一個緊密的聯繫 也都因為這樣令到人網的支持度又高 令到社民連的支持度又高 特別是我個人 因為過去我做電台的時候 我在海外已經是有很多聽眾 所以我記得我2007年第一次去做show 以及去訪問這麼多的城市的時候 那時候來找我 或者去看我的show的人 那時候人網還沒有很成熟的 都很多人 我記得2007年那次 我們籌了一些錢回來 就是給區議會選舉的 有些人質疑我們 美加籌款有沒有自己落袋 我告訴你 我不貼就已經偷笑了 因為飛機票是自己出的 住酒店是自己出的 好像上次2009年去那次 根本就沒有什麼錢去收 主要就是跟支持者見面 只是住酒店坐飛機 去這麼多個城市 那條數已經很耐心計 但是2007年 因為我去做了幾場show 那些show的收入 我撥了部分過來 還有賣了一些書的錢 就用來做選舉經費 那一年2007年的選舉經費 對不住 全部都是小弟籌回來的 我告訴你 是區議會選舉 那幾十萬的選舉經費 到2009年那次 人網很成熟 我們有很多海外的聽眾 亦都經過2008年的立法會選舉 社民連拿到三個議席 超過10%的選票 在立法會裡面佔了一個相當的空間 支持者跟著就增加了 所以我其實是相當堅持 我們不可以令到這些支持者 對我們實在信心 所以社民連出現這種所謂內鬥 或者叫做蛙變 甚至乎領導層偏離了社民連 即是創黨的路線 這種情況 我們就斬釘截鐵 頭也不回 就跟他們切割 因為這是基本上 是路線的嚴重分歧 所以這要跟支持者解釋 不止路線 因為個人誠信 講我講我都很重要 任何政治人物都會犯上這些毛病 但是路線分歧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打算去加拿大 這三個城市 去2007年和2009年 我都有去訪問 去演講 跟網友聚會 得到很多支持的這些地方 繼續跟我們這些有聽人網的朋友 繼續支持我們的朋友跟我們見面 甚至去謝罪 所以我就有這樣的打算 我之前在節目上都說過 趁著大舊有個美國訪問拋賊團 他可以提早十日八日跟我去加拿大這三個城市 代表我們的誠意 所以我們兩兄弟現在在設計行程 暫定的時間 應該就16日左右到溫哥華 停兩天就會去 其實如果4月15日起行 就4、5月15日到溫哥華 所以這個寫法有點問題 看看這個時間怎樣 接著19日左右就會到加拿大 留兩天大概20、21日左右就會到多兩多 我們遲些確定的時間再通知大家 因為都要檢查一些機票時間 還有看看動穩的時間 還有立法會會議的時間 原則上應該會4月去的 因為主要就大舊這個考察團 變成他又不用去兩次美加 你明白嗎 那我反正要去 本來我想要暑假去的 你明白嗎 但是現在 暑假可以再去的 哈哈哈哈 不是 暑假呢 其實我希望老蕭帶隊去 因為我幾次去加拿大 很多的網民都說 喂 老蕭什麼時候來啊 大佬 很多是人網的聽眾 所以老蕭和你一起 老蕭就有難度 因為阿蕭太后未必讓他去 是不是 問題是這裡的身體 但是空氣又好 環境又好 食物又好 你要坐十幾個小時飛機 睡覺啦 一睡醒來就是啦 我們也可以跟老蕭聊 對 老蕭聊 網民真的很期望老蕭真的能夠到 喂 他想你們兩個做棟篤寸節目 大佬 我們講到棟篤寸 後日我們的show 票債票上就在柴灣青年廣場 那現在基本上那些飛機 我想最新的消息 可能成千年老蕭妄 剩下十張八張 那大家如果還有興趣 那你都可以去買飛 或者去現場買飛 那現場我們都有小量 可能有些人訂了沒有來 那大家去現場 都應該可以有位給你看的 那在這裡就可以賦予大家 那現在基本上應該全場都是九成以上 超過九成 那座位已經有人了 不過如果你想看的呢 那你也可以來 那這次我們加插了一部 就是選民力量的朋友 就會上台表演的 那這次的題目叫做債票上 這個show 我們剛剛才差不多完成了那些製作的部分 很快的 我們這裡很厲害的 人網那些人 那暑假就開了這個節目 還未加巡迷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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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的 這個 我也很快的 可以的 好 我們這些DVD不要那麼快出 你太快出了 到時你去美加純媒展 有人看過DVD不來你的show 不同的 看現場和DVD 還有我們這個是有宣傳選民力量 或者人民力量 或者宣傳我們那個票宰票償運動的作用 所以我這次可能我會和人網談一下 就是我這個show 我會展一些片段出來 就不停在互聯網上播 不停在互聯網上播放 等人們去下載 因為這個是一個宣傳作用 包括我們下街做宣傳的時候 街站我們都可能放電視 放螢幕 即是有些政治教育機 是的 那個作用是有一點不同的 還有現在我在想 我們盡量去找場地 所以我都要和人網那些人談 就算你300人 500人的場地 我們都去做的 你明白嗎 因為那是一個宣傳作用 還有大家不要忘記 我們選舉可能我要approach的人 是說很多人 但是你一唱書只有幾百人看 有什麼用 錯 因為這幾百人它會影響其他人 是吧 即是它會講的 你明白嗎 因為它看了你的show的人 如果它接受了你的說法的話 或者我們那個票宰票償運動 它贊同的話 它會和別人講的 所以你不要看少這些幾百人的show 那個影響是很大的 因為我自己做 我自己是很清楚的 你看到那個回應和接下來的影響 所以這個show 我們打算在今年之內 可以做得十場八場是最好的 對我們來說沒有問題的 只要有場地 就可以了 至於你收錢 收便宜一點都可以的 如果找到場地 場租便宜的 我們扣除了開支的收入 我和人網是一人一半的 人網那些錢 它收了這些錢 它又是發展人網 給大家有節目聽的 生財器具 九十幾個全部都要錢的 我那個部分 我們有個普羅政治學院 有人民力量 又有我辦事處的經費 很多東西 我現在三月份有兩個辦事處開章 一個是袁州村 一個是李靖屋村 所以為什麼馮娟嬌嬌底 現在出口訊 我輸給黃毓民 我就退休 怎樣才退休 怎樣才為之輸 你這個票數輸給我退休 因為你輸了我議席退休 對吧 你說清楚 我沒懊的 你在我票數贏了我 但是你的議席輸了 你退不退休 這個是極有可能出現的一種情況 你去李靖屋村選 我去李靖屋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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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拿300票 我去拿500票 你去拿700票